現在結果出來了 我相信韓國瑜本人是相當的失望吧 那韓本一定更失望 但是我必須要講 看到很多人在講說 是不是提出這個罷免無效之訴 或者是再去糾結一些司法 我這陣跟大家講 站在我的臉上講 完全不必要 拜託不要了 因為從一開始 我就非常反對這個去提抗告 這個罷免案的這個連署 第一階段第二階段 我都講過 在我們這個鄉民大會的節目 我都說過了 提抗告只有一個效果 就是讓罷免韓國瑜的人更多啊 那你到底搞什麼 跑去提抗告呢 你說 欸 文洋哥 那個明明就是第一階段偷跑 我也都說過 的確是有瑕疵有爭議 但是 當第二階段都已經超過37萬分的時候 你的第一階段那個更低門檻的 有什麼意義呢 而且一再的提抗告一次兩次 然後還要再申附 其實只是引來更多的 這個所謂的 怎麼講 就是不滿韓國瑜的票而已 那現在因為既然已經過了 我覺得 韓國瑜的最後的幾個禮拜的策略也很清楚嘛 就是防疫、紓困、振興經濟、權力拼施政 他沒有去提這個罷免的議題 也沒有站出來辦一個晚會去對抗 既然 先前都沒有對抗 那現在結果出來了 又何必抵抗 所以罷免無效之術 人說這樣可以拖多久啦 中央政府沒辦法指派 這都是多餘的 因為一個政治人物最大的資產呢 就是他的支持度跟民眾對他的民心 現在看起來 2020年的韓國瑜失民心了 可是不要忘記喔 2018年的韓國瑜是多民心 而且是全台無人能出其右 是最強的選將 是最能夠撼動政局 而且一呼百諾 幾十萬韓粉站出來的 那個韓國瑜你要找回來 那你也不用替他太擔心 因為你要去看喔 我以前在跑立法院二十幾年前的時候 他就是立委 可是後來連立委都沒做 也回去雲林沉寢一段時間 韓國瑜是一個不怕失敗 而且其實他也常常失敗的男人 那這次的失敗呢 其實也只是在人生的 註點中的其中一戰而已 現在這個時刻去講 明年的五月六月的時候的 國民黨的黨主席選舉 啊這樣啊選主席啊 然後再講說選2020 都太早了 什麼東西都是假的 民心才是真的 韓國瑜自己講了 得民心則得天下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把民心找回來更重要 這是對韓國瑜的一個 也是我想要跟大家講的話 那至於這會不會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是會的 大家去看一下 不會每一個直轄市的市長 不會每一個縣市長 都因為韓國瑜被罷免 所以其他的界線都磨到霍霍 大家說下個是侯友爺還是盧秀燕 我覺得其實台灣民眾會去反思啦 制度的部分我講過了 不用多去談 因為我們現在選拔法就是四分之一 不要再跟我講說 怎麼89萬票拿到的這個 只要過五七萬門檻就可以被罰 不合理 合不合理不管 這就是法律 藍綠白皆然 其他的民進黨的市議員 市長也都面對一樣的狀況 所以 因為這個四分之一門檻 確實並不高啦 我應該是這樣講 不要說多低 但他也不低 並不高 所以當韓國瑜的這個例子 已經被證實是可行的 這些有效的 韓國瑜的仇恨度太高了 這點應該是這樣說啦 所以這個接下來特別是議員 我特別講議員 因為那個罷免門檻其實都在幾萬票 里長可能甚至幾百票都可以罷掉 韓國瑜他不會是在改變選拔法制度之前 因為有人說是不是要改一下 那看之後立法委員怎麼弄 這個罷免法的門檻被修改之前 我相信韓國瑜之後 還一定會有別的名義代表被罷免 YAHOO